在北京时间8月5日的一场友谊赛中,德甲球队斯图加特,一一场一到一和西甲豪强马德里竞技握手言和,由于是友谊赛,所以双方基本没有认真对待, 反倒是场边球迷的助威声让人热血沸腾,成为了比赛的一大亮点,说起斯图加特这个名字,我想大部分球迷应该不会陌生,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聊一聊这支球队。 1. 德甲老牌竞旅,五次问鼎德国顶级联赛冠军斯图加特,在德国足坛,也是有着一段非常光辉的岁月,曾五次问鼎德国顶级联赛的冠军,有过德国杯三联冠的伟业。 2006-07赛季,斯图加特和沙尔克零四缠斗许久,直到最后一轮才分出胜负,最终,斯图加特烧胜一筹,赢得了队市的第五座顶级联赛冠军。 2. 戈麦斯母队,如今拥有法国边位新兴进球就像戈麦子,没错,马比奥戈麦斯就是从斯图加特梦想起航的,并帮助球队赢得了2006-07赛季的德甲冠军,后来戈麦斯也成为了德国国家队封线上的一把尖刀。 不过,北京时间8月5日,戈麦斯通过个人社交平台,发布了退出德国国家队的决定。 如今33岁的戈麦斯一共为德国国家队出场了78次,贡献了31例进球。 2018年的1月份,戈麦斯回到了老东家斯图加特,并在16场德甲联赛中打进了8例进球,帮助球队取得了德甲第七的好成绩。 此外,斯图加特队中还有着一位法国的,边类偏才,22岁的帕瓦尔,参加了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,并且打进了一记精彩的外脚杯世界波。 这例进球也被评委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,帕瓦尔也跟随法国队赢得了2018年世界杯的冠军。 三,上赛季收官战客场4比1大胜败人,丝毫不给海因克斯,颜面在上赛季的收官战中,斯图加特在客场4比1大胜已经夺冠的败人。 虽然败人战役不足,但也都是主力进出,可见斯图加特还是有着很强的战斗力。 新赛季的德甲联赛即将开始,截止到今日,法国新星帕瓦尔依旧在队中。 33岁的戈麦斯如今可以专注于俱乐部,希望这位德国封霸,能够在母队重获新生,在新赛季取得更多的进球。 总之,现在的这只斯图加特值得期待,他或许会搅乱新赛季得奖的争冠格局,成为一匹大黑马,给球尼们带来惊喜。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